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路江地区 一个偏远山村 妻子为了保住丈夫性命 自制自行车版山寨呼吸机 为丈夫延续生命的故事 首应时结束后 有观众按时间推算 说这是药神前准 也有观众当场表示 这世纪果不是药神之后 又一部反映我国医疗现状的现实题材优秀影片 药神一样为题 心智界限 则以山寨版医疗设备为原型 而更加难得的是 影片关注了当下我国农村医疗的现状 以及贫困地区的人们在得了不治之症之后 所面临的生活和道德上的双重困境 影片的故事是取自真实世界 河南 浙江 陕西等一些地方 有人为了挽救其亲友的生命 制作了自行车室 半自动脚踏车室 柴油发动机室等各类山寨呼吸机 除了农村地区的医疗问题 影片潜移默化 可将人性的本质进行了探究 导演张峰说 山寨呼吸机背后所蕴含的思想 其实非常值得人们探讨 在艰难的生存环境里 随着周围事物的改变 人性也变化了千千万万种 人生在世 无论人性之善还是人性之恶 其都包含利己成分 所以影片中对于所谓人性善恶的争论 是人类在行为心理上 是以利他为本 还是以利己为本的争论 作为一部优秀影片 心智界线影片入围了第十一届巴哈马国际电影节 瑞士苏黎史国际电影节 澳大利亚拜伦湾国际电影节 意大利罗马国际电影节 英国沃伦共国际电影节 巴西亚马逊国际 意大利第四届独龄国际独立电影节等四十多个电影节 荣获了美国2016 New York Los Angeles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女演员奖 加拿大2016 Cinema World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丹麦和本哈根Mathley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加拿大2016 Summer Creation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最佳摄影奖 英国Arkman Slay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印度尼西亚 Spirituality Related Visionary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长篇奖等二十多个奖项 但就是这样一部位拿奖 拿到手软的影片 投资仅仅二百万不到 整个剧组也才六十多号人 张峰说 影片是在三江流域地区进行拍摄 所以拍摄过程非常艰苦 特别拍幕江流所的戏份时 我们不仅考虑了人在流所时的安全 还做了第二重安全保障 我们找到一个下游有传的地段 在江面上安排了二十多个工作人员 为的就是万一我们在流所上的戏份拍摄 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事故 能有相应的安全保障 降低危险系数 此外 张峰还告诉记者 拍摄时剧组 每天各种拍摄器材和人员的运输 都由当地村民储大哥和他的儿子专业帮忙完成 每天至少来回几十次 上百次 每人每天要在溜所上飞池三十多趟 拍摄过程如同影片中人物的生存一样 很艰难 很不容易 电影新之界限 由云南秀巴巴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联合大理与林文化出品 影片由国内最好的发行公司 无限自在领衔宣发 十六熟了 土话大百科 威视平台推广影响 据悉 目前电影新之界限 已经可以在爱奇艺电影频道即将上线中开始预约 而2018年9月30日 在爱奇艺首轮全网独播后 还将在美国ICN国际卫视 加拿大有限电视播映